美国退出拉富汗 这让许多美国人和分析家说 早知如此 我们就不会走这条路了 按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 我们两个国家 更不用说许多其他国家 很可能在20年后回顾现在的世界时会说 由于本世纪20年代初美中关系的破裂 世界变得更加危险 不那么繁荣了 托马斯·弗里德曼资料图 我们首先需要问 在一个新兴大国和一个守城大国之间 中美竞争 冲突在哪些方面是不可避免的 在哪些方面是可以通过明治的政策加以抑制的 但也可能点燃整个美中关系的火焰 影响到从供应链到学生 交流到中国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的一切